车子里头放东西真的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连瓶装水也有可能会引发火灾 花莲慈季医院玉里分院停车场 放着一台白色休旅车 20号下午便发现说 车子里面居然在起火燃烧 接获通报的警销人员到现场灭火 初步调查疑似车内的瓶装水 经过阳光照射 形成突透镜折射聚焦引发火苗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警销人员抵达现场 随即朝车内喷水灭火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顺利扑灭火势 经检查确认并无人员伤亡 因为一开始是先听到消防车的声音 然后后面就走出来看一下 就看到有消防车跟 然后我的车是一台乡型车 停放在花瓷玉里分院 停车场的这一部白色休旅车 怎么会起火燃烧 警销人员初步调查 意思放在副驾驶座上的这一瓶瓶装水惹的货 今天下午大约两点左右 结果民众包含在玉里在 玉里全路不断跳 有一个汽车火警 立即派请了玉里分队前往 玉里分队到来现场的时候 发现是一辆自小客车 已经被民众又没有尾气 已经自行扑灭了 今天艳阳高照放置在副驾驶座上的瓶装水 经阳光照射 形成折射凸透镜聚焦光热而引发火苗 烧毁了副驾驶座椅 前方置物箱也被高温烧到变形 车主因一时不注意而造成车子损失 他也自认倒霉 并向警方表示对起火原因无意见 不需后续的调查 而至于毁损的车辆 车主也摸摸鼻子自行送往车厂维修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